信仰 在一个宗教里面 信仰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无论我们相信或者实践什么 如果没有了信仰心 那么那个信仰就只能被当为一种学术 信仰心是人类感情的一部分 适当的宗教知识是必要的 否则只是以相信作为信仰心的基础 可能会变为迷信 以信仰作为宗教活动 可以平静心念和激励我们 当我们的心被激励之后 恐惧 紧张 愤怒 和其他内心的干扰 将会被降伏或者跟随 这种信仰心将会更坚强 然后进一步增加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更具信心 去实践我们的宗教生活 所有关于信仰心的活动 都可以归纳入 前面我们所讨论过的戒律中 的确 戒律的实践 能够让我们开展最高的精神境界 那就是心念的淨化 和智慧的培养 缺乏正见的信心和信仰 将会使人们成为宗教极端分子 向佛像礼拜 供花 证经 宗教仪式 庆典 宗教表演 佛曲演唱 以及类似的活动 都能够激励和平静我们的心 信徒们能够通过这些活动 来加强他们的信心 坚强的信仰心将能够培养出能够忍受任何苦难的耐心